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再睁眼是在国公府,夫君沈赫支支吾吾地说,夫人,表妹说她身体娇弱,就不来见你了,还有,大夫说她这个病要常晒太阳,想住你这个朝阳的院子。 听着熟悉的话语,我一阵恍惚,没想到我竟然重生到了表妹入府这天,前世沈赫也是这般说辞,我听后气愤不已。 自她说,表妹要来府上戒住,我又是挑院子,又是精心不治,费心费力。 结果她非但不来拜见我这个女主人,还要求住我的院子,这已经不光是没有规矩。 明显就是知道我与沈赫感情不合,想要挑衅于我。 是的,我与沈赫感情不合,我父亲是太子太妇,从小身份尊贵。 而沈赫出生没落世家,虽模样俊俏,满腹才华却屡屡不得志。 我们本该没有交集,是那年春日游园,我不慎掉入湖中,众人皆在岸上避之不及,只有他跳入水中将我就起。 我衣衫湿透,又是他闭着眼睛脱下外衣披在我身上,浑身滴着水,色缩离去。 我心悦他,亲自去求皇后娘娘赐的婚。 我以为这会是段好姻缘,可不知道为何。 婚后,他总是对我尊敬有余,爱意不足。 从前我以为是我们相处太少,没有感情。 以后,他懂了我的温柔体贴变好了,结果还没过几日,沈赫便说他表妹因为身体原因,想要来京借助。 他说这话时,眼神闪躲,而跟范红,完全一副要见心上人的模样。 这才让我知道,他不是跟我没有感情,是已经心里有人了,那个心上人就是他表妹。 因为此事,我憋着一肚子气,没处撒。 沈赫转头,还来替他要我的院子。 什么绿茶表妹,她就是故意让我知道,在沈赫心里,她的地位与众不同。 上辈子,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那时我大手一挥,将早就准备妥当的院子给了沈赫那远在偏殿,平日里又不起眼的小妾周氏。 把绿茶表妹扔到了杂草丛生的后院。 可临死前,我才知道,表妹从没跟我要过院子,一切都是沈赫在中间挑拨离间。 因为她怕我身份尊贵,欺负她真正在意的宠妾。 一边让我以为表妹喜欢她,想要争宠,一边让表妹以为我仗着身份欺压她。 让我们两个斗得死去活来,斗得我在经中名声受损失去理智,斗得表妹身体越来越差。 而她借着周玄的机会,让宠妾渔翁得利,更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 从此青云直上,可惜我上辈子到死才看出了她的心机。 这一世何该不同了?想到最后表妹死在我怀中的模样。 我微微一笑,朝沈赫说道,院子准备好了,我亲自去接她。 随即在她惊讶的目光中,朝门外走去。 沈赫有一点说得对,表妹确实娇弱,远远看去犹如风中浮柳般千细。 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似风一吹就倒的人,却在危急时刻挡在了我的面前。 前世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从香机寺祈福回来的雨夜,不知从哪冲出来一伙土匪,互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我们仓皇而逃,却在半路被拦住,关键时刻,沈赫把宠妾护在身后,反手将我推了出去。 她是当今太子太妇的女儿,你们将她掳走,能换一大笔银子。 我们不值钱,我们不值钱的。 我当即愣在原地,不可思议道,沈郎你。 明明前日她还将我搂在怀里,说从香机寺回来后便将表妹送走。 她还说我这段时间受委屈了。 当初她家没落,是因为投靠了表妹家才得以衣食无忧。 她欠了表妹一份恩情,无论她做得多过分,都让我多担待,日后她一定好好补偿我。 如今竟是如此无情无义,土匪听后目露凶光,还是个千金小姐。 那正好,她留下,你们滚。 表妹就是这时站出来的,她一把将我护在身后,大声呵斥审赫。 你疯了,将她自己留在这,她还有活路吗? 即使你在讨厌她,她也是你的妻子。 我听她说完,不可思议地看向沈赫。 你讨厌我,可这时沈赫什么也顾不得了,一把拉起宠妾就跑。 他们走后,我跟表妹拼死反抗,惹得土匪朝我们捅了三刀,明知没有生还的可能, 表妹依旧紧紧将我护在身下。 我现在还记得她浑身是血奄奄一息,依然撑着一口气质问我的模样。 我自认循规蹈矩,不敢有半分余矩,但是为何? 那日你不光不见我,还要将我安排在杂草丛生的破怨折辱我。 都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是沈赫在中间挑拨离间,可一切为时已晚,我俩相拥惨死。 在睁眼,竟然重生到表妹出入府那天。 这次我要将表妹好好护在身后,让沈赫也尝尝被人蒙在鼓里万般算计的滋味。 我上前一步,打算亲自去接表妹,沈赫却挡在了我的身前。 月华,你身份尊敬,表妹一介商户女,怎能让你屈尊降贵地去接她? 应该让她来拜见你,看她那簇着眉假意为我着想的模样。 我心里一阵恶心,前世我一怒之下将表妹扔在破怨后,心里懊悔不已。 无论她再怎么不守规矩,那也是夫君的表妹,我如此作为岂不是施了礼数。 于是我准备了诸多礼物,打算去破怨跟表妹好好说说。 那日沈赫也是这样将我拦下,语重心长地说, 月华,错不在你,是表妹骄纵不守规矩。 而且,你出身尊贵,若是去了撕破脸皮,有失你的身份,不如我去跟她说说。 我信了她的话,还因她如此明辨是非为我着想而心生欢喜,便让她去了。 结果第二日我不识大体的名声便传了出去。 府上来了客人,不仅不见,还将人打发进杂院, 这一度成了惊中笑柄。 表妹更是扬言要再破怨住一辈子, 想来是沈赫没少借此机会抹黑我。 我打定主意,这次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沈赫得逞。 于是假意体贴地说道, 毕竟是夫君的表妹,我爱惜夫君,自然也不会计较这些。 沈赫见我如此坚定,怕事情败露,只能强行拦在我面前。 表妹娇纵无礼,不光要你的院子,还要什么珠宝首饰,我怕你生气,所以没有跟你说。 夫人就先回去吧,我一会带她去拜见你。 又是这套说辞,我气愤不已,刚要再跟她争辩几句,身后却忽然传来表妹的声音。 听说嫂嫂早就为我备好了院子,我还没来得及去拜谢,嫂嫂竟然亲自来接我了。 我猛地回头,正好对上表妹那双犯着笑意的桃花眼,四娇四媚,美得动人心魄。 只是这双眼在看向沈赫时透露出来的冷淡,非我这个跟她斗了几年的情敌看不出来。 难道表妹也重生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还没绕过弯,便被一旁的小妾周氏给打断了。 她掩着帕子轻吃出声,表妹还真是好大的架子,竟让我们夫人等了这样长的时间,不知是借的谁的事。 表妹初来乍到,还能借谁的事? 这是点我表妹仗着沈赫的宠爱恃宠而交。 真不愧是沈赫的心头爱,我在心里暗存,连挑拨离间的露数都跟她一模一样。 若是从前听了她这看似为我出头的话,我定会对她心生感激,顺便冷嘲热讽表妹一番。 但现在,我反手一巴掌扇在周姨娘脸上,语气很利道。 主人还没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你又是借的谁的事? 周姨娘没想到,一向温和端庄的我能打她,捂着脸颊,吓得帕子掉了都不知。 沈赫见状立刻冲上来,挡在她面前。 忍着火气问道,夫人这是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怎么了?只是死过一次,认清了现实罢了。 我冷哼一声,下一秒却被表妹拉住了手。 表嫂息怒,让表哥表嫂出来等我视为不妥,还请表嫂不要见怪。 说吧,表妹眼神扫向周围,轻轻挑眉朝我使了个眼色。 我立刻意识到,她是怕人多眼杂,传出去又生事端。 于是顺着她的话接下来, 一家人什么见怪不见怪的,外头风大,表妹快随我一同入府吧。 跨过国公府的大门,我与表妹带着一众丫鬟婆子走在前头, 沈赫与周姨娘有意落后几步。 一路行过亭兰花谢,往我院中走去。 表妹几次疑惑地看向我,都被我无视掉了。 她肯定很纳闷,怎地没往我给她准备的院中去。 我在心中暗叹一声。 我俩前世虽一同被沈赫丢下惨死, 但是表妹对于沈赫的为人还是知之甚少。 更不会知道前世我俩出相识, 沈赫为了挑拨离间都做了哪些筹谋。 不过没关系,一会就能见分晓。 入了院,我有意带着表妹转了一圈才问道, 怎样,这院子可还趁你心意? 表妹听后,微微皱起眉头。 表嫂莫要开玩笑,我虽出身伤骨, 但还是懂规矩的,我只是来府上借助, 怎能占主家的院子。 听表妹说完,我立刻掩着嘴故作吃惊地朝沈赫道。 可是沈郎,你不是说表妹体恤要时时晒日光, 想要住我这朝阳的院子吗? 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表妹神情一愣,也疑惑地看向沈赫。 表哥,我何时说过此话? 面对我二人的询问,沈赫丝毫不慌, 眉眼低垂,轻轻一笑才道, 对,却有此事。 都是我的错,一听说表妹要来, 被惊喜冲昏了头脑, 想要给你准备最好的院子, 这才跟夫人谎称是你要的。 考虑不周,还望表妹见谅。 我没想到沈赫能如此坦荡地说出来, 倒显得我有些过度揣测了。 尤其是这句知道你要来, 高兴地挥了头, 更是将表妹高高挂起。 若是再加上表妹本就对她心生好感, 那此事办得我还真是想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可我怎会如她所愿, 继续拆穿道? 可沈郎还说, 表妹骄纵无礼, 不光要我的院子, 还要什么珠宝首饰。 怎么, 这也是沈郎冲昏了头脑说的。 什么? 表哥竟这样说, 面对表妹满是震惊的眼神, 沈赫不自然地别过头去, 半赏才到。 这是因为, 前几日夫人还在为表妹住哪间院子, 与我争执不休, 今日态度又突然转变, 我怕夫人对表妹有什么误解, 一时失言。 我冷冷一笑, 眼神扫向周姨娘。 哦, 沈郎竟因为如此吗? 我还以为, 沈郎是有意挑起我跟表妹的争斗, 另有所图呢? 此话一出, 周姨娘吓得脸都白了, 表妹则是沉着脸, 一言不发。 而沈赫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低声道, 什么叫另有所图? 夫人这话是何意? 见她如此, 我反而轻笑一声。 没什么, 沈郎怎么这样不惊斗, 我只是说个笑话而已。 沈赫听我这样说, 原本紧张的神情才有所缓解。 周姨娘也轻轻吐出一口气, 只有表妹, 看向沈赫时眼里满是恨意。 如今她该是明白 上辈子她出入府时, 我为何将她安排在杂草丛生的后院了? 想要的目的达到了? 我转头又将矛头指向 一直未解决的院子。 如今, 计决做法不妥, 沈郎觉得表妹该住呢? 此话问完, 沈赫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她私心里自是希望 我和表妹能跟前世一般争执, 从而好将院子给周姨娘。 毕竟那是她与周姨娘约定好的。 暗地里周姨娘还不知道布置了多久, 那院中一草一木怕都是她花的心思。 可谁知我突然赚了性, 不仅没按照她的计划大闹起来, 还差点让她露了线。 她如今也只能咬牙说上一句, 夫人不是给表妹准备了别院吗? 不如就住那里吧。 沈赫说完, 周姨娘瞬间掩饭泪花, 倔强地别过脸去。 我弯起眉眼, 这才对。 上辈子你们图模算计, 踩着我和表妹的名声 住进了我为表妹准备的院子, 想了不该想的福气。 我这辈子自是要讨回来的。 最终,表妹如愿住进了我选好的院子。 这院子虽说是别院, 但布置得格外雅致, 中间位置还种了一颗海棠花, 现开的正眼。 阳光洒下来, 景色分外美好, 可偏偏就有那破坏气氛的。 趁着大家都忙碌收拾的时候, 周姨娘偷偷摸着窗台的白凤菊, 恋恋不舍。 我与表妹对视一眼, 立刻心领神会。 周姨娘前世最爱白凤菊, 曾大大小小中了一院子, 审贺不止一次夸赞周姨娘人淡如菊, 不争不抢。 看来这便是她精心挑选的爱花了。 表妹本就心中不快, 见此说道, 表嫂给我准备的院子极好, 尤其这海棠开得正盛, 满园春色遮不住, 只是这窗台的白花, 看起来似于周遭格格不入。 我立即接话道, 这些都是下人不知的, 他们行为浅薄, 能看出什么美丑, 不过既然你来了, 就当是自己家, 这院内一应百见怎么处理, 你看着办, 你说是不是沈郎。 沈鹤听闻不自然地笑道, 正是, 表妹看着处理, 得了她的话, 接下来表妹在我的配合下, 几乎将屋里周姨娘精心挑选的百件, 换了个彻底。 这茶具怎地是青花瓷的, 我用灌了白柚。 这床单怎么是属绣, 我喜欢苏绣, 柜子上怎么还有支风筝? 表妹每说一句, 周姨娘的脸便难看一分, 这茶具是沈鹤送她的, 床单是她亲手绣的, 风筝是沈鹤执手与她一起画的。 而如今, 随着表妹一句扔掉吧, 这些便被当作垃圾被扔了出去, 她甚至连挽救都不敢。 看着周姨娘暗中与沈鹤哀伤又悲痛地对视, 我差点笑出了声, 这才哪到哪, 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等表妹全都安置妥当。 沈鹤和周姨娘迫不及待就走了, 估计再多看一眼都得忍不住哭出声。 只留我们二人时, 表妹才卸下架子, 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从前我指到表哥是西命, 怪他没有担当, 关键时刻将我二人抛下, 却从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前世初见之时, 我则你怪你, 竟都是他从中挑唆。 表哥他这是为何? 看着表妹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冷笑道, 还能是为何? 当然趁我们欲棒相争, 他与周姨娘好从中渔翁得利。 表妹咬紧牙关, 讽刺道, 周姨娘, 周姨娘能似我一般, 花重金为她铺路, 还是能似你一般, 扶她从一介不一到如今, 身居都未官职。 我挑眉一笑。 表妹, 你这样想, 沈赫可不这样想, 她从未将你我的付出, 当成对她的真心。 只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算计来的, 甚至连周姨娘的那份也是。 提起这个, 表妹叹息一声。 也怪我愚蠢, 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竟还信她真心想要娶我。 我听完瞪大了眼睛。 什么? 沈赫竟说要娶你? 她可说, 只当你是妹妹, 亏欠了你家的情意。 前世去乡鸡寺前, 还要回来便将你送走。 表妹冷哼道, 什么妹妹? 哪家妹妹愿意花重金 给她铺路。 不过是她说, 现在根基不稳, 而你身份尊崇, 怕现在说了你会难为于我。 等端阳节后, 官位再生一生, 便求娶我做平妻, 结果还没等到那日, 咱俩就双双惨死。 我思绪飘远。 你说, 她会不会也跟周姨娘这样说? 表妹垂下眼帘。 这样说又如何? 不说又如何? 咱们前世不是都知道了吗? 沈赫可是扔下咱俩 拉着周姨娘跑了的。 我笑道, 我们俩知道, 周姨娘可不知道。 她本就忌惮我身份尊贵, 如今又来了个家产万贯的表妹。 你说, 周姨娘害不害怕? 她这一害怕, 若是做出点蠢事。 表妹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 也得让沈赫尝尝被欣赏人背叛的滋味。 我道, 正是如今端阳节快到了, 沈赫升职在即, 是该给周姨娘上点眼药了。 之后几天, 我日日叫周姨娘来我身前侍候。 而沈赫因着院子的事, 一直忙着与表妹修好。 这倒是更方便了我们的计划。 听说那天周姨娘挨过我一巴掌后, 回去趴在沈赫怀中, 委屈地哭诉了一番。 沈赫劝她忍着点, 眼见我日日戳磨她, 如今在看她脸色, 也是忍到头了。 我和表妹一对头, 是时候了。 当天表妹便把沈赫堵在了假山后。 表哥说会娶我, 可是真心的。 沈赫低沉的声音传来, 自是真的, 表妹一心为我着想, 能取得如此良妻是我的荣幸。 可表哥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让云书好等, 我可是接着表哥的信就来了。 沈赫顿了顿, 上前握住表妹的手, 说出了与前世一模一样的话。 我也想娶表妹, 只是如今蒋岳华身份尊崇, 我实在不忍心表妹当妾。 不过亏得表妹前几日 从南海花重金买来的稀有男猪, 相辅夫夫人听闻十分高兴, 只待端阳节时, 我将她送出去, 便能把我官职生一生。 相辅自来与太子太妇不和, 到那时我不再受蒋岳华挟制, 再提取表妹为平妻。 如何? 表妹听她这样说, 自是表现得大喜。 真的? 那云书就等表哥了, 转而想到什么又拉下小脸。 虽听表哥这样说, 云书心里也空得很。 说吧, 指着沈赫一直贴身佩戴的玉佩说道, 不如表哥将这块玉佩 交予我当定情信物可好。 沈赫摸着玉佩, 心中挣扎良久, 还是解下来给了表妹。 若能让表妹安心, 自是可以的。 她料定表妹与她同心, 自会瞒得紧紧的。 等她升了官, 心里有了底气, 怎么说还不是她一张嘴的事? 可惜她千算万算, 没算到表妹 现在已经不是她那头的了。 不出半日, 府上所有人都知道 沈赫要娶表妹了。 此事一传到周姨娘耳朵里, 她便气得目自欲裂。 当晚便听下人说, 沈赫连院都没来得及近, 便被周姨娘叫走了。 我在前头受你正气刁难, 你在后头与你那 狐媚子表妹狼情惬意, 当初还口口声声说 让她来是为了转移夫人的注意力, 不让我受难违。 都是假的, 我看你就是看上她了。 面对周姨娘的哭闹, 沈赫只觉头疼。 小点声, 你想让整个府上的人都知道 我让表妹来是有所图谋吗? 知道又如何, 我巴布的所有人都知道, 总比让你娶了她强, 有一个身份尊崇的太妇之女 就够瘦的了, 再来个富商之女, 我日后可怎么活呀? 沈赫叹息一声, 只觉无比心累。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对他们都是利用而已。 你以后少听信外头那些风言风语, 安心待在后院别出风头, 等过几日事成之后, 你自会有体面的好日子。 这般誓言, 若放在平时, 周姨娘也就信了。 可偏偏前几日, 沈赫也曾信誓旦旦, 保证会让她住进新院子, 结果她不仅没住上, 还挨了两巴掌。 她开始怀疑起沈赫的真心。 沈郎, 你当真爱我吗? 妾身真的怕极了。 呜呜呜。 周姨娘这一哭, 又惹得沈赫心疼起来, 连忙上前一把搂住她。 我怎地不爱你, 我的整颗心都是你的。 我知道你最近受委屈, 我也心疼。 只是, 沈赫咬了咬牙, 眼神阴致。 我如今地位低下, 虽身居都位官职, 却并无实权, 还需依附他人权势, 处处受人挟制。 待我投奔了乡府, 真正掌握了实权, 我必让你成为 这个府上的女主人。 沈赫一样的眼神 让周姨娘害怕, 但也隐隐感到兴奋, 她明白了沈赫的意思, 小声道, 沈郎是说真的。 沈赫点点头笑道, 自是, 你才是我真心想要娶的人, 至于其他人, 不过是我的垫脚石罢了。 沈赫的话, 让周姨娘高兴万分, 娇羞地扑向她怀中, 二人难舍难分地 亲密了好一阵。 此话传到我跟表妹耳中, 恶心的茶都 差点喝不下去。 沈赫好大的口气, 竟要让周姨娘 做这府上的女主人, 真当你我是死的不成。 我轻轻放下茶盏, 眼神透过烛光 看向表妹。 说不准, 沈赫真有本事, 能让周姨娘 成了这府上的女主人。 表妹惊得瞪大了眼睛, 难不成钱是那伙山匪? 不不不, 沈赫那神情我看得仔细, 确实是怕极了, 必不可能是她。 我摇摇头, 得找人查查, 前世我俩死在端阳节后, 那时沈赫已经不再需要我, 自是不愿再忍受。 而且听她此番意思, 估计早就由此打算。 表妹冷哼一声, 怕是不能如她所愿了, 明日便是端阳节, 这份大礼我可是等了许久了。 到时候就等着看好戏吧, 必不能瞎了我花重金 从南海千里迢迢运过来的南珠。 我轻笑一声, 那必定是。 话虽如此, 我心中仍有疑虑, 确定此事能成。 周姨娘也不是傻的, 表妹掩着帕子笑道, 那要看你怎么给她加点火候了。 此日一早, 周姨娘再来我院里请安时, 我便提起了最近的传言。 看沈郎此番动静, 府上怕是要添新人了。 周姨娘自是信心满满, 依妹妹看, 有可能是表小姐一厢情愿, 上赶着也未必可知。 我假装惊讶, 怎的可能。 两人都交换了定情信物, 妹妹没看到表妹身上那块莲花玉佩吗? 此话说完, 周姨娘惊得掀翻了茶盏。 什么? 莲花玉佩是那块? 我点点头, 正是沈郎随身佩戴很多年的那块, 要说还得是青梅竹马的表妹, 别人就是没得比。 看着周姨娘那白了的小脸, 我识趣地让她赶紧回去休息。 谁料她刚走到门口, 便听到廊下洒扫的侍女窃窃私语。 真的要娶表小姐了? 那是肯定的, 两人都交换了信物, 此事也传得沸沸扬扬。 说吧, 眼看四下无人, 小声道。 你以为表小姐是周姨娘这样小门小户的人家, 随便任人拿捏的? 想想也是, 表小姐家世显赫, 娶了她百利而无一害。 为何不娶? 那倒是。 听到此, 周姨娘本就不安的心里顿时如火烧一般, 急急便往沈赫房中走去, 结果到了院里, 沈赫没见到, 倒看到库房捧着礼盒来找沈赫的下人。 这礼盒正好被周姨娘拦下了。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下人不敢不听, 打开礼盒一看, 满满一匣子男珠。 见世庄的女人悟见, 周姨娘当时心中一颤, 问道, 这是哪来的? 下人道, 这是表小姐。 表小姐这三个字算是插在了周姨娘废管子上, 还没等下人说完, 她便再也忍不住大喝一声。 够了, 表小姐, 又是表小姐, 给我吧, 我会给大人拿去。 下人犹豫一瞬, 还是说道, 大人说此物颇为重要, 除了她与表小姐, 旁人必不能动。 周姨娘气急, 抬手便给了下人一耳光。 放肆, 你也觉得我一个姨娘好拿捏是不是? 连我的话都敢不听。 下人见状, 连忙将匣子递到她手中, 捂着肿了的半边脸下去了。 与此同时, 沈赫笑容满面来了我的院里。 她今日穿了一身藏青色的开金长袍, 端地是志得一满。 夫人, 今日端阳佳节, 却不巧我朝中有事, 怕是不能陪你了。 她说这话时, 态度轻慢, 全然没有平时低调谦逊的模样。 若是从前, 这样的节日不能陪我, 她必定要讲明缘由, 奉上礼品, 好好与我狼情惬意一番。 这是认定此事能成, 不将我放在眼里了。 我上前替她整整长袍, 笑道, 夫君有事, 自行去忙便是。 不仅如此, 我还将她一路送到大门口。 沈赫勾起嘴角, 对我的时趣很是满意。 她从世家公子 一下跌落谷底, 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后虽与我在一起, 但她心里一直觉得我压她一头。 她太需要我在下人面前 对她伏低作小的感觉了。 这样飘飘然的感觉 让她放松了警惕, 如此小心谨慎的一个人, 这次却连带去的礼物 都没打开看一眼。 她万万想不到, 此去迎接她的会是什么。 午膳时分, 门口一声乐马声响起, 下人屁滚尿流地冲过来。 夫人, 夫人快, 沈大人要杀了表小姐。 我整了整衣裙, 慌什么, 带我过去看看。 我赶过去时, 沈赫征眼睛心红地 用力掐着表妹的脖子。 你说, 为何要这么做? 你知道不知道 今日对我多重要。 她默认那盒子男珠 只有她跟表妹碰过, 所以认定此事必定是表妹 因为之前的事 对她怀恨在心, 肆意报复。 表妹哭得梨花带雨。 表哥你怎会这样想我, 我可是事事都为你着想啊。 我也赶紧上前拉住她。 沈郎这是出了何事, 你先放开手, 我们慢慢说。 沈赫心虚, 自是不敢跟我说事情的原委。 我只能一脚踢向沈赫的随时。 你是死的吗? 还不赶紧说。 世卫也吓傻了。 断断续续, 将今日的事说了出来。 原是刘相觉得 能从我爹手里 拉拢过沈赫得意不已。 沈赫更是跟她透露了 花重金买来南珠的消息, 两人都迫不及待 想要在众人面前展示一番。 怎料相辅夫夫人 众目睽睽之下打开后, 里面赫然是一条死蛇。 江相辅夫夫人 直接吓晕了过去。 沈赫此事不仅没成, 还被刘相认为 是受了我爹的指使 故意针对她。 如今她所有筹谋全完了, 不仅得罪了刘相, 若消息传到我爹耳中, 相当于直接断了她的生路。 沈赫当然不会就此罢休。 她是要将背后之人查出来, 结果查来查去, 查到了周姨娘头上。 听护房的人说 最后匣子被周姨娘拿走时, 沈赫还不相信, 结果推开房门, 周姨娘正沉着脸, 坐在床上等她。 桌上还摆着那些 光彩夺目的男珠。 沈赫上前一把拿过男珠, 不可置信地问, 这真的是你换的。 周姨娘也不甘示弱。 怎么, 吓到你的情人了? 沈赫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憋死。 什么情人?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耽误我大事了。 周姨娘也疯了, 她认定这些男珠 是沈赫要送给表妹的。 大吼道。 是。 我耽误你娶沈云书了。 沈云书家财万贯, 你很高兴吧? 不惜花重金买这样的稀罕物, 讨得美人开心。 沈赫听完,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蠢货, 竟然到现在还在纠结那些 情情爱爱, 想自己为了保护她, 不惜在我跟表妹之间周旋, 好话说尽让她安安稳稳的, 结果她纵横筹谋一番, 防着我防着表妹, 终于要得偿所愿了, 最后却败在了她手上。 心中顿觉一片凄凉, 偏偏周姨娘还在拱火。 怎么,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戳中你心事了对不对, 你懒得装了对不对, 如今你竟为了她来质问我。 沈赫见她这般蠢样, 闭了闭眼,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 自己跟她根本不是一路人, 周姨娘根本不明白, 也不可能理解她。 想通这一点, 沈赫不欲多言, 转身便走。 不顾周姨娘再多哭闹, 都没有回过头。 自那天起, 沈赫便扭转态度, 对我大献殷勤。 可即使如此, 也挡不住官场上 一波又一波 来自各方势力的刁难。 外头的流言更是满天飞。 沈赫本就傲气, 如此一来, 比杀了她还难受。 表妹笑着问我, 解不解气。 我望着满院的海棠花道, 解气。 只有她跟我们前世一样时, 那才叫解气。 说着, 我又想起什么。 如今沈赫已是翻不了身了, 你有何打算? 表妹神色微动。 曾经我以为, 我与沈赫是两情相悦, 情斗初开始, 幻想如何嫁给她, 后来知道被她利用, 最后惨死, 到如今我心里已经看透了, 觉得跟你在一起, 一辈子品茶赏花也很好。 我笑道, 当真, 表妹神情笃定。 当真, 说实话, 没来之前, 我便听过你的名字, 京都第一才女。 那时, 我便对你心生向往, 前世受人挑拨, 与你针锋相对, 今生与你相伴, 也是一件性事。 我脸没笑道, 既如此, 那我们便再利用沈赫一次, 好给你个正式的身份, 风风光光地迎你进门。 于是, 在沈赫又一次来与我画家常识, 我提起了她与表妹之事。 沈赫神情淡然, 都听夫人的, 这是对她百利而无一害, 说不定还能扭转局面, 她自然是愿意的。 可消息传到周姨娘耳朵里后, 她便封了班要见沈赫。 沈赫被她扰得不厌其烦, 去见了她。 一见面, 周姨娘便迫不及待道,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便是想要娶沈云书? 这便是你的目的对不对? 你果然是骗我的。 沈赫对她已无半分情义, 也懒得在解释, 情色冷淡倒。 你爱怎么想, 那便这样想吧? 如此语气, 惹得周姨娘怒火更盛, 忍不住脱口而出。 你以为我会让你如愿? 我被困在这个小院, 而你在外左拥右抱逍遥自在, 你别忘了, 我知道你多少秘密, 若是沈云书知道你利用她, 你猜她会怎么想? 对了, 还有蒋月华, 若她知道初见那日是你精心算计的她, 她会不会放过你? 面对失去理智的周姨娘, 沈赫忍无可忍, 一巴掌重重扇在她脸上。 我看你是疯了, 谁知就是这一巴掌, 竟将周姨娘打得小铲了。 我得知消息时, 大夫已经进了屋, 一盆盆血水从房里端出来, 只听得周姨娘声嘶力竭地喊, 救我, 救我, 我的孩子, 那是我和沈郎的孩子。 沈赫站在外头, 脸色苍白, 只有双手紧紧地攥着。 一刻钟后, 大夫浑身是血地朝我们摇摇头。 沈赫身形一晃, 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我心里暗道, 真是报应。 周姨娘清醒后得知孩子没了, 大病一场, 之后便安静下来, 再也不出院了。 沈赫倒是时不时去看她, 可两人的感情 也不似从前了。 一直到沈赫与表妹大婚的前几日, 周姨娘递来消息, 说要去香妻寺给孩子祈福。 我听到这个名字, 不知怎地只觉浑身发冷, 表妹在一旁握住我的手道。 她去便让她去救世了, 跟我们没有关系。 沈赫一开始也是这样说的, 不过周姨娘临行前, 脸色苍白地倚着马车叫沈郎时, 沈赫还是心软了, 低声朝我道, 我送送她便来, 说罢便急匆匆跟着周姨娘上了马车, 谁知这一去, 她便再也没能回来。 官雅找到我们时, 说沈赫与周姨娘半路遭了土匪挟持, 身中竖刀, 死状凄惨。 我得知消息时, 呼得感觉浑身一清, 表妹倒是神色淡然, 像是早就知道了一般。 晚间, 表妹带着厚厚一打口供, 来了我房里, 烛火摇曳, 映在她脸上, 忽明忽暗。 你也应该猜到了吧, 那伙山匪是周姨娘找来的。 其实早在你说查查开始, 我便一直派人查, 不过终究不得其所。 直到周姨娘说去香鸡寺的前几日, 我得知她将全部家产 给她一个外家的哥哥后, 找人要来那人的画像, 这才得知了真相。 我接话道, 她早就不想活了吧, 表妹点点头, 周姨娘是真爱沈赫, 宁可一起死, 也不愿接受沈赫不爱她。 我望着窗外满天繁星叹息道,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沈赫没想到为周姨娘谋求一生, 最后却死在了她手上。 不过今生大仇得报, 我也算求得圆满了。 故事二, 我是大理寺倾家的嫡女林峰婷, 从小到大, 我就喜欢跟在父亲身后推理断案, 如今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女宋师了。 宋师不是什么尚得了台面的身份, 再加上我整日里混在衙门和案发现场, 抛头露面, 因此我名声不太好。 我娘一度担忧我嫁不出去, 直到我断案的时候, 遇到赵国公家的嫡子赵天和。 不知怎地, 我就入了他的眼。 他与我相处几日后, 赵家就上门提亲了。 娘觉得赵天和风平不错, 长相俊朗端正, 生怕人家反悔似的, 就硬了下来。 但这是我的终身大事。 虽说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作为儿女必须顺从, 是绝对不能违背的。 可是我还是私下找赵天和说了 自己对未来配偶的期许。 我娘知道后, 气得不行。 她说, 你这不是胡闹吗? 我不觉得, 婚前说清楚, 不行就退婚, 女儿不能稀里糊涂地 就把自己嫁了。 不过, 您放心吧, 赵天和似乎真的很正义我。 女儿提的条件, 她全都答应了, 还写了保证书签字画押了。 我从袖子里, 掏出一张折叠的 整整齐齐的纸给娘看。 娘展开, 看了一眼, 脸都黑了, 你你。 娘被我气得不轻, 指着我半天未出生。 我抓住她的手道, 女儿这是有备无患。 不知妹妹提了什么要求, 竟气到母亲。 树姐灵烟好奇地问, 眼里藏着明晃晃的羡慕极度恨。 我虽然平日里不喜后宅争斗, 可从小与三教九流须于尾夷, 什么人有什么小心思, 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这个树姐自小就喜欢找我的茶。 我跟着爹每次去关牙都是女扮男装, 爹对外也一向介绍我为小子, 就是怕会坏了我的名声。 可他倒好, 在我断案的时候, 派身边的容嬷嬷当庭露了我的底。 当然, 他肯定推说是无意的, 但是我做送尸室父亲允许, 和家都交代过的, 在外我就是三公子, 说他不是故意的谁信。 不过我也没因女身被揭穿, 就慌张泄气, 索性承认了自己是女儿身, 又因为那次我是替女子变暗。 反而多了不少助力, 顺利赢了官司, 还了苦主公道, 因祸得福, 况且爹也罚他抄输了。 我也就没与他计较什么了, 可他对付我那还是小动作不断, 不过我平日不在府里, 他又受我娘管束, 也就只能算几个计划。 这次, 他听说我定了赵国公的嫡子, 还不得极度死了。 赵家可是三朝元老, 开过功勋, 在京都那是真正的勋贵世家。 凌家是靠我爹科举上位, 爹兢兢业业干了十几年, 还在大理寺清这个位置上趴着呢。 凌家想把门第再往上提, 也就只能等下一代了。 或者哪天陛下看中我爹, 给他调个职, 不过估计很难了。 这不, 听说我又干了什么离京叛道的事, 凌烟又想搞幺蛾子了。 不过, 我眼睛在保证书上转了一圈, 默然开口, 就不准那妾收通房, 姐姐也知道的, 我看的那些宠妾灭妻的案件太多, 对妾这玩意有心理阴影。 什么? 你竟然要求堂堂国公之子不耐妾, 这也太过分了。 他倒抽一口凉气, 拔高嗓音, 不敢置信道。 我摊摊手, 无所未到, 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请我愿,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过分的。 要是他不同意, 大可以退婚。 我不介意的。 我从娘手里拿回保证书, 重新折好宝贝的放进怀中。 总之, 他现在是答应了, 至于以后的事, 以后是情况而定吧。 只是, 我没想到这个以后来得这么快。 不过三个月而已, 我就发现了赵天河的不对劲。 要知道我是宋师, 也是断案高手。 赵天河与灵烟私会压根满不了我, 更何况, 还是在灵烟故意露出破绽的情况下。 要是我发觉不了, 那不就显得我很愚蠢了吗? 可是我没立即退婚, 而是再等灵烟来找我, 他肯定比我还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他与灵烟的时候, 第一时间找过赵天河。 我隐晦地说, 若是你哪天有了其他心仪之人, 可以告知我, 我不会纠缠你, 两家可以取消婚约。 赵天河却紧张地说, 平平, 我不会娶别人的, 这辈子我只想娶你。 我闻眼, 皱了皱眉, 看着他那一副很深情的样子, 我心里隔应。 而且他竟从未想过娶灵烟, 哪怕灵烟已尾身于他。 当时, 我虽未揭穿他, 但心里却早已有了决断。 不过灵烟出乎我意料地沉得住气, 竟挨了一个多月都未曾来找过我。 直到端午节, 一家人喝了几杯啄酒后, 我突然觉得血气上涌, 喉咙没忍住吐了血。 我娘吓坏了, 赶紧吩咐人扶我回去, 又叫来大夫。 府里折腾了一夜, 我才悠悠地转醒。 我娘吊着眼泪说, 你这次必须静养休息, 大夫说你就是累着了。 我被他哭得烦了, 赶紧答应, 行, 我休息个十天半个月的, 总行了吧。 可每日躺在床上, 我无聊得很, 就让爹给我拿些卷宗回来研究。 所以, 灵烟来找我的时候, 我正在研究一个杀妻案正在关键处。 我怀了天河的孩子, 然后呢? 我余光瞄到她的手一直摸着肚子, 簇紧眉头。 真不知道, 这么些年的她姨娘如何教她的, 未婚失真就算了, 还朱胎暗结。 我说, 怎么那么长时间没来找我呢? 估计就是等肚子里踹上娃呢? 你就放心去吧, 我会替你嫁进赵家, 替你延续赵家香火。 她语气里尽显得意与骄傲。 去。 我意会到她话里的意思后, 笑了一声, 淡淡地说, 那挺好的。 说完, 我又沉浸在杀妻案中, 可不得了, 根据卷宗记载, 这上面的犯人为了扶情人上位, 就毒杀了原配。 我就纳闷了, 为何不内窃?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她是靠原配生活的。 当初, 她求取原配十婴的是入赘。 她一个赘婿不仅没有财产, 还根本没有内窃的资格。 所以, 根本不是她有多爱情人。 而是她不想放弃优渥的生活, 又想想其人之福。 所以, 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妻子继承遗产, 从此交妻美妾, 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要不是原配的老管家发现异常, 报了案, 恐怕还真叫她逍遥法外了。 所以, 这是属于狗急跳墙, 兔子急了咬人的情况。 这是被逼得狠了。 我脑子里一闪而过, 自己手里的那份保证书, 心里不以为然。 真是世道不公。 凭什么男人要求女人忠贞, 女人就不能要求男人忠贞。 况且, 这个男人是靠妻子生活, 就更应该尊重妻子, 爱护妻子, 珍惜妻子, 小心地维护这个家, 而不是做这狼心狗肺, 心狠手辣的恶事。 看了她结局被腰斩, 真是大快人心, 这些案件真是笔画本子, 还精彩真实。 可我后辈也隐隐发凉, 自己不会也遭遇这样的下场吧。 看来赵家的婚事得尽快解决, 不能脱了。 毕竟灵烟都有子嗣了, 就算赵天和没动作, 灵烟恐怕也按耐不住了。 我吐的血不是已经证明自己 现在成了别人残害的目标了吗? 我放下卷宗, 生了个懒腰。 睁眼却对上灵烟气怒的脸。 你怎么还没走? 我, 她想说什么, 被我不耐烦地打断。 我知道, 你怀了赵天和的孩子, 迫不及待要进赵家 给她延续香火。 放心吧, 你会如愿以偿的。 说完, 我见她还不走, 语气危险道, 怎么, 你还想我现在就给你鹤里不成? 可恶, 男人可以不要, 小钱钱绝对不行。 要知道, 我虽然是宋师, 可因为老爹的缘故, 也不敢收太多诉讼费。 哎, 有时候, 有关系也不是什么好事。 得意的同时, 受的约束也多。 对了, 我把赵天和让给你, 你得给我两万两做补偿。 我看着她还赖在这, 摸着肚子显摆, 立即狮子大开口。 凭什么, 天和爱的本就是我, 我何须你让? 她气急败坏地说, 你确定吗? 她有说会娶你吗? 灵烟脸色雪白, 她要是知道我怀了她的孩子, 她一定会娶我的。 原来你是想靠孩子上位? 可前几天我问她, 她还说只想娶我一人呢? 我见兮兮地讲, 不可能, 你知道, 我从不妄言。 我懒得再与她废话, 要是你不信, 直接问她呗。 没关系, 她突然表情松懈下来, 反正你活不久了, 等你死了, 她定会娶我。 说完, 她只高气昂地走了, 我好笑地看着她离去。 姑娘, 她什么意思呀? 丫鬟壁壶气愤地说, 怎么能咒您死呢? 她大概是觉得我吐血 是得了不治之症, 以为我要死了吧。 什么呀? 大夫明明说你是食物中毒, 吃了解毒完, 好好休养几日就好了, 怎么会死啊? 壁壶气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现在追上去揍她一顿。 哼, 她当然觉得我要死了。 食物中毒只是我让大夫说的, 为了让我娘安心。 其实我是喝了毒药, 不过不多, 那啄酒刚入口, 我就察觉了, 立即吐在了衣袖里。 但是到底残留一些, 身体应激反应, 还是吐了血。 不过不是什么难解的毒, 随便哪个大夫都能解, 喝了两天药就好了。 我之所以在院里躺着, 就是为了看看是谁想要我死, 虽然我心里知道最大可能是灵烟, 但是我断案, 不能凭感觉, 得要实实在在的证据。 这下她的反应已经证实了我的猜测, 现在就是要找出证据。 我搓搓手指, 兴许还能讹一笔呢。 对了, 杨嬷嬷回来了吗? 我问, 回了, 还把她孙女一起带来了。 碧狐高兴地回答, 让杨嬷嬷来见我。 碧狐出去叫人。 我下地自己找了件衣服套上, 又坐下梳头。 杨嬷嬷走进来看见, 马上心疼地说, 哎呦喂, 我的姑娘啊, 你下地做什么, 快躺着。 嬷嬷, 我已经好了, 身体亏了, 哪那么容易好, 你必须卧床休息。 别, 我是真好了。 我站起身蹦了几下, 你看我好得很。 嬷嬷, 我找你来, 我有事交代你。 您说, 老奴必定办妥。 您帮我去各大药铺打听一下, 有哪些人买了断肠草。 我拿出陛下赏的牌子塞给她, 有她, 必无人敢为难, 也无人敢把此事泄露出去。 嗯, 杨嬷嬷带着任务离去, 我又派碧胡 去讨灵烟院里小丫头的话, 自己则盘算一遍, 怎么帮灵烟嫁进赵家。 至于我自己, 不愁。 有保证书在, 这婚退定了, 要是赵天和不配合, 我不介意把她干的好事公之于众。 只是, 我没想到事情的走向 再次出乎我的意料。 杨嬷嬷跟我汇报药铺情况的时候, 提到了灵烟派婢女买安胎药的事, 而恰好此事被来找我的赵天和听到了。 她脸色大变, 强颜欢笑着, 平平, 我听说你生病了, 特来看你, 还好, 死不了的。 我抱着手臂, 紧紧盯着她, 直到见她额头冒汗珠。 才好整以挟地说, 你违约了。 她一正, 面露痛苦, 平平, 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摇摇头, 别开玩笑, 婚前都没守住, 你还觉得自己婚后能守住不成。 况且, 你好无底线地与我姐姐在一起, 你还觉得我会给你机会吗? 你最好快点退婚, 否则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说完, 我不再搭理她, 转身离去, 她还想跟上来。 我脸一沉, 杨嬷嬷带赵公子去灵烟的院子。 是, 杨嬷嬷伸手示意, 赵公子, 请吧。 而我以三步并坐两步地进了屋, 赵天和这种人吧, 也不能说他就不好。 说实话, 这满京都的公子哥, 谁不是娇妻美妾地享用着。 但是婚前搞大妻解肚子的, 真是少之又少, 凤毛麟角。 所以, 我才那么排斥他, 简直恶心至极。 更何况, 我也不想跟灵烟争斗一辈子, 太烦了。 要是成亲, 整日里就是跟一群女人抢男人, 那么我宁愿不成亲。 这也是我当初提那么苛刻地要求的原因, 是想他知难而退, 没想到他投铁竟然答应。 我只好另想办法。 那天, 我故意说出保证书的一部分内容, 就是故意刺激灵烟。 我知道他必定不甘心我驾尽赵国公府。 还独得夫君专宗, 必定会搞小动作。 不过, 我以为他最多私下与他勾勾搭搭, 却没想到他竟然什么也不顾的, 与人私通, 还揣上娃。 这样事情就不太好收场, 灵家名声必定受损。 赵国公府也不会娶一个不检点的庶女为正妻。 我恰恰鼻梁, 来人。 姑娘, 壁壶进来。 齐臣呢? 齐护卫家中有事, 这几日请假了。 什么事啊? 齐臣与他娘来京都投亲, 却被赶了出来, 恰好被我碰到。 我见他身怀武艺且不弱, 就雇他做护卫, 又给了他们母子一个安身的地方。 齐臣很是感激我, 这十年来一直兢兢业业, 没敢请过一日的假。 好像是齐大娘生病了, 她在家照顾。 哦, 那你请个大夫过去看看, 费用全都我来出。 还有跳一个婆子过去帮帮忙。 姑娘, 你太好了。 壁壶高兴地跑了。 我摇摇头, 齐臣可是我的左膀右臂, 我肯定得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啊。 我正头疼自己太依赖齐臣, 他一不在, 就无人可用呢。 杨嬷嬷回来了, 走到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真的? 老奴, 听得真真的, 这下好了。 姑娘, 您不用担心赵家不退婚, 也不用担心赵家不娶大姑娘了。 这大姑娘跟着她姨娘, 好的没学会, 竟学了她姨娘爬床的那一套, 这船出去不是连累您名声吗? 我摆摆手, 你家姑娘本身也没什么好名声, 你呀就莫为我的是伤身了。 我始终认为, 嫁什么样的人, 还是得看自己。 自己本身有问题, 哪怕名声再好, 嫁得再好, 日子也过不好。 我自认自己还算是个立身正派, 无愧于心的。 懂我的自会靠近, 不懂我的, 我也巴不得他们离我越远越好。 我琢磨了一下此事, 嬷嬷此事还有隐患。 什么隐患? 我摇摇头, 只是心里担忧, 也不好轻易说出来, 您帮我找人盯着赵天和与国公府, 有任何异常都汇报过来。 好, 老奴这就去。 杨嬷嬷走后, 我把事情又全部复盘了一遍, 心里有了计较。 可我还是暗自叹了口气, 希望我担心的不会发生吧。 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 怕什么就来什么。 赵天和没有医约来府上提亲, 反而赵家仗着权势来府上并婚期了, 赵母话里话外, 以父亲的前途施压。 母亲什么也不懂, 害怕不已。 我立即去衙门请了我爹回来。 我爹如今也位列九卿, 岂是别人说换就换的。 赵家权势是大, 也是侯爵之家, 可在朝堂之上的话语权, 未必能比得过我爹。 我随爹回府的时候, 还未进花厅, 就听到赵夫人口出狂言。 她说, 能嫁给我家天和, 是你家大姑娘的荣幸, 否则就凭她那个名声, 你觉得还有谁家愿意要她? 不嫁赵家, 别家, 她也休想。 既然赵夫人如此看不上我, 何不退亲, 为何非要替你儿子 求娶我这名声极差的女子? 莫非你儿子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 所以才退而求其次选择我。 我跟在我爹身后踏进花厅, 看到了一眼心不在焉的赵天和, 讽刺地说, 赵天和立即坐直身子, 眼睛发亮地看着我。 我爹侧身挡住他的视线, 赵夫人, 口气未免太大了, 我家风平好歹是官家敌女, 还怕嫁不出去吗? 赵夫人见我爹出现, 脸色有些僵硬, 咽了咽唾沫, 声音小了很多道。 林大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你家未免欺人太甚。 婚事答应得好好的, 这才多久就反悔了, 还有林大姑娘 听说给我儿提那什么要求, 不准乃窃。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林大人刚正不阿, 洁身自好的, 这后院不也养着一个妾? 那又如何? 我爹一点不触, 也不觉得被人捏住画柄, 只说。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我女儿提出的时候, 赵公子可以拒绝, 为何要答应? 既然答应了, 就要做到。 可赵公子却食言而肥, 还搅乱林家的后院, 这又是什么道理? 赵天和瞳孔一缩, 他大概没想到, 同为男人的 我爹会帮我。 也未想到, 我爹竟然不惧怕赵家, 反而不卑不亢, 一副看不上他的姿态。 他不知道, 我爹不为强权惯了, 在位十几年, 从来没有冤假错案。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收那些人地的好处, 接受有心人的拉拢。 他坐稳大理寺清的位置, 靠的不是结党营私, 而是民心, 是陛下的信任。 他也不知道, 我爹当初那切 全是我娘被娘家姐姐忽悠出的婚招。 娘生长胸的时候, 大姨母总是来劝娘 把身边的丫鬟开脸伺候我爹, 否则我爹嘴上不说, 心里铁定对他有微词。 男人家里吃不到, 肯定会出去偷吃。 那时候, 我娘怀孕生子, 已有大半年为伺候我爹了, 他本就心里愧疚, 又疑神疑鬼, 被他三天两头的洗脑恐吓, 就真的把身边的丫鬟春桃开脸送人了。 可我爹不要, 把春桃送了回来, 还斥责他没事找事。 他把此事跟大姨母一说。 大姨母说他定是顾忌你刚生完孩子, 不然你给他下点猛药。 他成了事, 尝了甜头, 自然就好了。 我娘当时真真的是对大姨母的话深信不疑, 就真的给我爹下了虎狼之药, 又把春桃送去。 其料春桃没成事, 被爹书房里的管事大丫鬟秋红成了。 事后, 我爹气急, 勒令我娘再也不准与大姨母来往, 大骂大姨母是祸害, 毁她仪式清明。 说我娘糊涂, 阴阳她大方, 夫君都能送人。 爹本来要把秋红发卖了, 可好巧不巧她有了身孕。 爹要秋红落胎, 我娘又圣母心发作, 被秋红磕了几个头, 就帮着求我爹留下他们母子。 好在后来秋红生的是闺女, 爹也就由着她自己养, 还抬了胃分。 但我爹就碰她那一次, 再未去过她屋里。 也因此, 我娘生了我之后, 我喜欢跟着她到处晃, 她也不阻拦我。 她就是担心我跟着娘, 性子养得像我娘一样, 成全别人, 憋屈自己。 纯纯一个软耳根, 还没主见。 赵天何想解释, 可我爹不给她机会, 你既然与我长女灵烟情投意合, 为何却来求娶次女? 你竟妄想同娶灵家女, 想其人之福不成。 什么, 她与灵烟情投意合? 我娘站起身, 询问般地看向我, 我点点头, 赵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 我娘脸色难看地问, 赵夫人也猛了, 焦急地看向赵天何, 可赵天何却看着我, 毫无反应, 让我浑身难受。 好在, 马上我就跟这人彻底结束了, 甚好。 我娘气急, 赵夫人, 婚事必须取消。 我家女儿虽然不成气, 也不能如此被人埋态。 赵夫人见我爹一副 看不上他儿子的样, 然后我娘也同意, 也生气了, 既然如此, 就取消吧。 不行, 娘。 赵天何还想反对, 被他娘一巴掌扇过去, 立马闭嘴。 丢人现眼的东西, 不过一个女人罢了。 带上少爷与我回去。 赵夫人抬脚走出花厅, 我们暗暗松了口气, 总算结束了。 没想到, 灵烟突然冲出来, 跪在赵夫人面前说, 赵夫人, 我怀了天何的孩子, 婚约不能取消啊。 赵夫人文言, 转头嘲讽地看着我们, 灵大人, 你家的女儿真是好样的, 传出去, 你那宝贝嫡女, 恐怕嫁人更难了吧。 这样,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嫁嫡女, 陪送庶女, 要么取消婚约, 这个庶女, 我们也不要。 但是赵家吓人的嘴, 恐怕就堵不上了, 未婚先孕。 灵家女眷的名声, 恐怕彻底完完了, 灵烟稀迹地看向我爹, 我厌恶地撇开脸, 竟然堕落到甘愿作妾, 那就不嫁, 孩子落了, 两个姑娘立女户, 灵家供养一辈子, 我爹话音一落, 灵烟哭了, 爹,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不能如此偏心啊。 我娘也心软了, 平平, 你就帮帮她, 她肚子还有孩子, 咱总不能真如此狠心, 叫她打了亲骨肉。 你闭嘴, 我爹呵斥她, 赵夫人没事回去吧, 这是没得商量了。 哼, 既然灵大人不识好歹, 那就别怪赵家不仁义。 赵夫人带着赵天河离开, 慢着, 我大步走到赵天河身边, 低语, 有些事, 你不想被人知道, 就娶了我竖姐, 否则别怪我给你露出去, 到那时, 你爹你娘抛弃你扶持你弟弟。 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说完, 后退看着她, 脸色乍青乍白, 变幻莫测。 娘, 我要这个孩子。 赵天河这下不敢走了, 求着她娘答应取灵烟。 赵夫人不肯, 赵天河就陪着灵烟跪着求她。 赵夫人无可奈何, 再加上赵家子嗣家成, 她不得不答应, 但是不肯取, 只肯那妾。 我爹竟然同意, 他说, 自己种的应就自己尝苦果。 我可惜了, 钱财没能讹上。 算了, 就念在这血缘关系上, 饶过她吧。 一日, 灵烟就被一顶轿子送进了赵家。 我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不过越鱼。 灵烟的奶娘许事浑身是写得回了灵家。 大姑娘, 您要救救我们姑娘啊。 怎么了? 赵公子要杀她, 老奴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 为何? 她肚子里还有孩子, 赵家就没人护着她。 这次, 他们都不敢护, 那赵公子是个手段阴毒的。 昨日姑娘见公子院里的花养得好, 就让老奴去挖一盆回来。 结果, 老奴却在土里发现了一截骨头, 老奴以前当家的是看一桩的, 那就是人骨啊。 老奴提醒姑娘的时候, 被院子里的眼线传了出去。 所以今日, 赵公子就来了, 争执间姑娘落了胎, 他让我逃出来找你, 说你一定会救他。 我拿着这截植骨想了想, 你敢不敢跟我去敲骨鸣鸣, 做这个举报人, 这样我爹就能出搜查令 搜查赵天河的院子, 否则国公府我们进不去。 老奴愿意? 好, 我把植骨给我爹的时候, 爹立即出了搜查令, 去了赵家。 他带人去就长姐, 我带人挖赵天河的院子, 当一院子的花被割掉, 露出一地的碎骨。 就连看习惯死人的我, 也忍不住头皮发麻。 当泥土被跑起, 从地下挖出一个个 塞着土囊的骷髅头, 我的愤怒到达了极点。 这些人命明显已经拼凑不起来, 具体身份也无从查证, 只能通过审讯, 才能搜集一部分。 赵国公夫妇知道全完了, 赵天河也被我爹 直接抓走审讯, 等上报天厅后就判决。 至于灵烟, 不仅孩子丢了, 爹赶过去的时候, 他的肚子都被剖开了, 灵天河说想知道 怀孕的妇人肚子 是怎么样的结构。 灵烟没活多久, 就伤口感染, 不甘地咽了气。 我爹眼里有后悔, 可不多。 审讯赵天河才知道, 他竟然只是为了了解 不同的人身体结构、 血液、骨骼、 还有大脑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纯粹是对那些聪明人、 大能者好奇。 而他之所以看上我, 也是因为我的特立独行。 他想知道我的大脑结构、 心脏各处与别人有何区别。 他对每个人都做了详细记录, 整整十大箱。 这下我们不担心找不到受害者身份了。 陛下知道后, 盼赵天河绞刑, 而赵国公有纵容之责。 赵家被夺了爵位, 流放岭南。 我看着被绑在形台上行行的赵天河, 不停地惨叫。 心里畅快, 天道在上, 朗朗乾坤, 容不得这些痴魅王俩横行。 约是一笔不可 irr place。 不得了。 深度让所有同时分解后这种痴魅满凰花美朗可以说